这是过去的一个重点 过去课本有安排这个实验 现在没有了 可是他的想法很重要 就是扣回去我们刚刚讲的 谁受力 受哪些力 何力是多少 滑车实验 在这个平的桌子上 有一个滑车 上面放个砝码 拉过来的吊盘 吊盘也可以放砝码 然后就上面 吊盘那边会有重量 就拉着滑车前进 旧客人的活动 是要量这个滑车到滑轮的距离 然后放手就量时间 然后从禁止出发 多少时间有多少距离 就可以知道加速度会有多大 然后呢 砝码就从上面搬来搬去 然后去看看 那个加速度的改变 OK 好来 滑车重900 砝码重50 吊盘重50 不计磨擦 滑车移动的加速度多少 这看起来就是要F' 摆' 摆嘛 对不对 F' 摆' 摆 好 老师说 力的问题问自己三件事 依谁受力 你那边的秤盘 被重力一拉 拉在谁身上 指麦在秤盘吗 还有滑车跟秤盘的码码 对不对 全部嘛 所以是全部都在受力嘛 他受几个力 就是称牌那边的重力 对不对 对 老师他那个滑色重力呢 滑重力加桌子就是会抵回去嘛 就抵掉了 对 所以这里有个力什么力 称牌的重量嘛 那 合力多少 一定不是零嘛 对不对 这一定不是零 所以 m等于 ma 就带f给ma m多少 50克重 注意一定要换公斤 第二个要换成牛顿 除以1000换公斤 然后公斤重 然后再次9.8换牛顿 然后m就是全部嘛 框起来全部 所以50、50、900全部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全部加起来 A要换成出1000换成公斤 然后A不想要求 然后就该消消该砍的砍 你就会算出来答案叫做 0.49公尺秒平方 就是回到这个问题 谁受力 一拉拉到谁 全部 对不对 全部受力 受几个力 然后一个力 掉盘那边的力 重力 然后就带m等于ma 可以吗 然后课本要你做实验 这是第一次做 然后你会讲过 比方距离算时间就有加速度 这么大的力 有这个加速度 然后要请你把那个法码移过来 把法码搬过去 再去做 再做什么 等下讲的事情 来我把法码搬过去 再来谁受力 还是全部受力啊 还是全部受力 对不对 刚才不是全部吗 那说你放在滑车上 在那边放在那边有差吗 没差 受力质量一样 对不对 可是力量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掉盘那边的重力嘛 本来只有50嘛 现在是50再加 50就100嘛 然后就可以用比的就 你可以用比的方法就算出来了 叫做受力质量一样 力量变两倍 加速度会变成 两倍 所以就知道 当然0.4就要两倍 那你也可以认真努力算 认真努力算 两倍 认真怎么算 再带一次F等MA F就是100克重 除1000 便公斤重 乘9.8便牛顿 受力质量一样 全部加乘就是1公斤 然后等A 0.98 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实验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帮这个法码 从滑车搬到秤盘的时候 受力质量没有变 受力在改变 然后你看不算量时间吗 有去量时间吗 然后秤盘数吗 所以发现说 哦 实验结尾告诉我说 力量越大加速度越大 叫做力量跟加速成正 可是它有变形 我等一下就要问 等一下就要问 等一下就要问 如果这个法码 不是移到秤盘上 是拿起来放旁边呢 那又改变了什么 刚才是移到秤盘上 是改变力量 对不对 质量不变嘛 那拿起来放旁边 又改变什么 那什么不变 我等一下就要问你 思考一下 OK OK